好 另外来看的是佛光山 祁山的禅禁中心大殿改建启用 有了新样貌 在集体创作之下 把原本的空间进行了精心规划 结合佛教的艺术 还有空间美学 我们来看 祁山禅禁中心经过改造之后 如何焕然一行 佛教大殿里结合 禅封的庭园造景 这里是佛光山祁山禅禁中心 重新整修后的大殿 有着明亮光线 环境通风 墙上佛菩萨像 线条分明 围照四周 空间造景 仿佛就在说佛法 这场八观摘戒 就在新的大殿内进行 慧传法师希望新的学习环境 给信众新气象 我们藉由八观摘戒的修持 熏悉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的心能够不断地熏悉 好的种子 好的能量 就如同我们在这新的大殿 这个让我们大家有不同的感受 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如学校般的一个道场里头 让我们的心跟正法相应 和智慧相应 和佛法相应 慧传法师带领诸位法师的用心 整修整个禅境中心之后 真的是整个是焕然一新 接受这个八观摘戒的一个 证授 真的是那个氛围是非常的 庄严 非常的色受 非常的震撼的 一年四季皆有的各种修持 要信众一起精进 这天刚好是春季八观摘戒修持 一整天的礼佛跪拜 信众仍觉得神清气爽 在整个大殿上非常的庄严 而且有另外一个禅风 在一年四季会安排春夏秋冬 来做让我们在做心灵的 一个沉淀跟学习 1995年新建的祁山禅庆中心 26年来已成为大祁美地区的佛教信仰 在僧信二众努力下 今年开办更多社教课程 除了学佛 更要带动当地的才艺学习风气 致力人间佛教的弘扬与推展 人间卫视五庸曲高雄采访报导